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有没有发现最近股市的气氛有一点不一样了 因为美国股市似乎又回到创新高向的轮回当中 我们看到这一波公布出来的企业财报数字表现非常亮眼 化解了美国股市整理的压力吗 那在这里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跟着往上冲呢 大环境当中不管是限电或者是缺电对于企业来讲都很伤脑筋 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想办法 如果有一套充能系统能够帮自己解决限电跟缺电的危机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来发展出另外一套商机 那当然电动车未来的成长趋势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车用的需求当然会持续的要增 但是先前报价曾经经过一波整理的像是MCU等产业 到底报价只稳了没而股价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两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李冠青 冠青你好晚安 小玉好大家好 好再来欢迎的是苏建峰 建峰你好晚安 小玉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过去一个礼拜美股股市持续的创新高 当然也带动了台北股市的氛围 不过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台北股市这一波的反弹到底能够维系多久 它是短线上的一个反弹 还是真的中期有可能步入回升来再占万八 我们就从国际的氛围当中 来了解一下这些利多跟利空还会影响多久 首先来看到的当然就是标普 连期涨创高的同时 不管是美国股市道琼 还有在科技类股当中 纳斯塔克跟费城半导体指数 过去这一周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最主要就是财报公布出来的数字非常好 那另外还看到了像Tesla Tesla公布出来的数字 带领了股价往上涨 微软领涨 甚至包括了金融股 也缴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单 那这股企业财报的助攻 真的能够在下个礼拜继续 让美国股市也往上充满关心 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股市甚至包括连这个 应该说礼拜五的港股 这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礼拜四的时候大家还在担心 因为恒大停完牌之后 本来要收购它的公司 应该说恒大的另外一家 这种公司它抽腿了 但是其实礼拜五它又传出来什么 传出恒大已经复习了 结果它一复习之后 我们看到周五的日本股市 好像又涨回来了 所以这个局势好像发现到说 其实不管是美国股市 不管是香港不管是日本 好像有点系统性风险开始降低了 既然以这种情况下加上这种财报 不错 当然特斯拉真的是够厉害 这个东西我们讲过了 事实上人家都在担心说车子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晶片出不掉 只能去买二手车 可是特斯拉的一个出货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包括其实说真的 也是加上想象空间 微软跟特斯拉 难道都不是想出来的吗 微软本身还有云端 所以当然如果以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美国股市还在持续走高的情况之下呢 说真的整个全球股市的系统风险已经降低 那台北股市有没有办法回到正轨 我觉得是有可以这样的期待的 好那内空真的慢慢已经顿化了吗 尤其是先前大家最担心的通膨 如果台北股市还有美国股市 前一波的压回震荡整理 是来自于通膨的担忧 那现在连准会警告 说通膨如果不降下来的话 恐怕会提前升息 这样的利空也有机会慢慢出进吗 是的 基本上来讲话 其实这个升息或者你说缩减购债来讲话 这个议题其实已经讲很久了 那现在比较明确时间点是说 在缩减购债会落在11月左右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投资朋友也不用太过紧张了 通膨来讲话 目前背的一个官员来讲话 都是认为这个通膨是暂时的 因为现在供应链很不顺嘛 出货不顺 或者你说海运等等都不顺 造成供应链有点塞车 但是在这个塞车情况慢慢疏解之后呢 这个通膨是有机会往下降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升息其实基本上是不会那么快 但是缩减购债每个月1200亿的一个规模来讲话 的确是会慢慢缩减 但是我认为投资朋友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就算缩减 就算缩减 整个在外的资金还是非常的宽松 大家从房地产就知道 房地产就是一直涨嘛 所以说我倒是认为投资朋友不用紧张说 这个股市我认为还是有动能就像刚刚冠琴讲的 美股在杀盘之后 莫名其妙又多头 而且又要创新高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倒是不用担心 这个股市的动能方面 那原则上来讲话 现阶段整个企业的一个财报数字 都还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呢 我认为投资朋友还是尽量以偏多思考为局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整个通膨的议题当中 似乎最近对股市的冲击力道没有这么大 那资金往哪里去了呢 我们看到了在最近比特币出现了一飞充电的状况 往6600美元冲破再度刷新新高 最主要一方面资金的进驻 再加上看到了全球低档的全球的比特币ETF 也是正式的挂牌 都激励了相关的概念股像是技嘉等 今天这个最近的这个股价也是表现非常的强势 那比特币还有机会再往上探吗 当然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 事实上我没有记错的话 几年以前我们第一次呢 这应该说是在这个节目 这个要叫我帮忙研究以特币的时候 我记得没错报价是126美元 126 当初研究完应该就去买了啦 这样就发财了 但是没有我没有去买嘛 所以你看到现在6600了 事实上时间已经过了67年以上了 过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当然现在的状况呢应该说 比特币为什么会冲破这么高原因 我想原因在于说 事实上他的一些演算的一些方式 那他这个币呢越来越少 而且呢说真的挖矿你是越挖越不到 所以说老实说 你会发现到这一波比特币大涨 你回头看台北股市这些显卡 只是小涨而已 那你也不要期待说 小涨后会不会大涨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是不高啦 只是说真的因为比特币 甚至包括当然呢 本周最应该说上周最红的叫什么 元宇宙 这些东西老实说 都是建筑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 你也没有看到比特币的实体啊 这是元宇宙 未来你根本没有实体可以看 所以当然这些东西 我想是具有想象空间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比特币其实在上面说 在上一周 比特币ETF都出来了 对不对 甚至包括其实之前 有些这个 全球前几大的富豪啊 我们就不要点名了 这大部分就有了 开始在买比特币 那这些富豪 难道会做一些比较亏本投资吗 看来是不会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当然比特币冲破之后 当然我会认为说 或许在继续走高的情况之下 甚至包括通膨 这个助长的情况之下 说不定都还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所以有时候消息面的反复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就像刚才关青也提到 像恒大的事件 一下说有人要来收购他的资产 有人又一下又说 这个收购案破局 所以股价受到了震荡 一下又说图款还不出息 一下又说 他的两笔息已经付掉了 所以在目前为止 恒大对于大陆股市 对于香港股市 还有对于台北股市的冲击 还存在吗 好的 其实我认为说 恒大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可能对露股对港股有所冲击 但是对我们台股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毕竟来讲的话 恒大这个事情之前是一个非预期的因素 但其实已经说真的 其实已经很久 只是说之前新闻来做一个报导之后 把事件有点扩大 那当然 恒大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露股来讲 或者说你说对于港股来讲 的确是有所冲击 但是台湾的一个曝险 不会其实就不高吗 原则上我们的商品 金融商品不会去连结恒大这个商品吗 所以投资票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对于恒大本身来讲 当然他现在就是缺现金 所有的一个负债到期都没钱付 所以基本上来讲话 这个收购案迫起 这个收购案原本是我记得是200亿港元 然后是26亿美元左右 那他没拿到没办法拿到这个现金流来讲话 当然对他的产业或多或少也有冲击 那当然有一方面是传出什么 是广东政府不同意去收购 让对方收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之中还包含一些政治面的因素 因此我倒是认为恒大这个事件 可能不会那么快落幕 但是投资票是不用太过紧张 他对入股有冲击 当然那边的投资人可能会有所受伤 但是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投资人来讲话 是不用太过紧张 还是把焦点聚焦在我们一些 为下半年来讲话 他营收获利好的公司 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如果这些利空能够慢慢的出境 而进而带动的是整个企业财报当中 开始可以反映在指数 让美股创新高 那台北股市在未来一周 是不是也是财报好的个股 有机会出头天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追踪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描述 好